前面這裡也太美了吧 我這輩子爬山沒有爬過那麼多 我也沒有 現在很像在仙境裡面紮營的感覺 Cheers! 哈囉大家好,我是Cynthia 我是Celine 我們現在在司馬庫斯這邊 然後今天要登山包 大家看到我們就是北登山包 非常大的登山包就知道 我們今天又是一個登山的行程 然後司馬庫斯其實非常多人知道 也非常多人拍過 可是我們今天要去的這個路線就是 其實很少人知道 然後在Youtube上面也幾乎沒有人拍 它就是司馬庫斯月嶺古道 對啊,聽說我們今天是要從 新竹走到宜蘭 我們是這樣 每一集都要這樣子重走是不是 上次從台東走到屏東已經夠累了 這樣才有挑戰性 而且實際上就是真的很美 因為我去年已經走過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有請來一組 就是很多很多人想要看我們 跟他們feature的一組男Youtuber 我要介紹一下這一次的夥伴 歡迎的嘟嘟們 嗨! 接受我們的邀請來爬山 這是不是你們第一次重莊登山啊 第一次重莊登山啊 因為他們有一點阿沙利是大 你剛剛是說第一次重莊嗎 重莊 他被發現 他要去爬哪都可以啊 然後我們一直到昨天才發現 其實你們不會整理 就說原來是這麼認真的爬山 我本來就是隨便背一個包包 然後穿一件衣服就上去 所以對你們來說 目前有覺得跳脫舒適圈的感覺嗎 我覺得打包的部分有 打包有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等一下 會不會繼續有讓他們覺得很shock的體驗好了 你是有安排什麼準備嗎還是 沒有我覺得這條路線夠你們體驗 我覺得啦 我們的美女 我的美女 Model 她叫Jennifer 然後後面是康康 哈囉 謝謝康康 很多好看的照片都會是她拍的 好趕快出發 OK 攀岩攀起來 攀起來 攀岩攀起來 很像阿凡達的小姐 這裡真的太美了 這裡真的太美了 我覺得這是我們的Top 3拍 我們明天就要去爬司馬庫斯月嶺古道了 然後我們現在是DAYLIN DAYLIN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呢 因為我們昨天就看到都都妹發了一個動態說 怎麼辦不知道怎麼打包 對他們好像很慌張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決定前一天 我們就要先去幫他們打包他們的登山裝備 我現在很好奇他們的東西會 現在長什麼樣子 應該就是三落在地上 跟那天限動看到的一樣吧 哈囉 初次見面就把人家家裡 就直接進家裡 OK啦 我們有沒有點少女的矜持啊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現在 跟那天長的一樣 我真的很抱歉 我不知道你們完全沒有 重裝登山的經驗 有經驗但都是別人準備的 這是一個帳篷 這也是一個帳篷 對 三人帳 兩個人帳 喔 對 欸長好笑耶 好笑 身上會穿一件就是那個叫做底層 底層吸濕排汗 然後到就是休息的時候跟晚上的時候會穿中層 就是中層就是保暖層 就是有羽絨 或者是耍毛 然後外層就是防風防雨的就是雨衣 對 所以你們包包裡面應該會有中層跟外層 有吧有吧 剛剛 我覺得 剛剛Ian的表情就是這樣 蛤 衣服不是 我剛剛沒有弄到這句話 他說蛤 衣服不是都穿在身上嗎 為什麼要戴衣服 那我們要挑衣服了是不是 對 還是你繼續幫我們挑 你這樣第一次見面就把女生邀進 不要去看房子 我剛剛也有雨衣喔 你每一片女人 然後他給我拿這個 輕便雨衣 這很強 這比7Mi都還要強 這不行 因為他這個是輕便雨衣 然後如果在行徑中的話 你很容易會因為素質就刮破 那你就等於沒有雨衣 然後你裡面就會濕掉很容易濕溫 好 走囉 好我們現在東西都收完了 然後現在的就是趕快回家睡覺 因為我們九個小時之後要再集合 你們有信心吧兩位 沒事啦 我覺得他們的聲音聽起來 他們有信心 很像我們把他騙去什麼 亂七八糟的地方 完全不緊張 完全不緊張 緊張得很好 慶幸有來這邊幫忙收東西 真的要被救星 明天應該會死在山上 會死在山上 好啦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好 拜拜 前面這裡也太美了吧 我的天啊 天堂 我已經上天堂了 真的很好 今天是不是覺得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對 竟然就高潮是怎麼樣 Yan是在準備要拍網美照了嗎 Yan你說什麼 我沒有想到就是 入口處就有一個櫻花嶺在等我們 因為現在剛好是櫻花季 對 現在要幫Yan進一段很美的Montage 會嗎 你知道要幹嘛嗎 不是不是 真的沒有美 Cynthia Cynthia你要去教他怎麼找自己 可是我今天眼睛走成這樣 有適合找自己嗎 欸 今天 所以你今天沒有辦法找自己 你要教他啊 不是 各位 我今天會講得非常的不耐看 跟我不一樣 我非常的耐看 他今天一直在留言 被嗆 你們覺得被說耐看 是一件該開心的事嗎 其實Celine還蠻耐看的 欸我也是這樣子 我看我的頻道也是這樣 真的嗎 其實 Eric也不錯 但是好像 既然還有一個人說 一開始會覺得 呃 後來覺得越來越好看 如果想要誇獎 我直接回說 Celine好美就好了 就好了 不需要講耐看 現在我開放大家在下面留言說 Celine好美 我覺得你們在說Celine很耐看 有聽懂嗎 對 然後我今天 然後我今天會講得非常不耐看 因為我現在眼睛整個 超 Oh my God 太醜了吧 太醜了吧 我今天眼睛整個腫起來 I don't know why OK 所以今天就是 唯美Biro的部分就交給你了 好 你要取代我的角色 給你一集的空間 取代我的角色 我這個壓力有點大 可是 我加油 你看現在櫻花在飛 哇 我現在覺得整個在一個日劇裡面 你快要流口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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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釋一下 就是為什麼這條路線很特別 然後你一定要事先申請 因為大部分人來司馬庫斯 就是只走到省目群這邊 就是繞一個O型 然後就直接遠路回來 然後我們今天的路線是要 就是司馬庫斯下淵洋湖 就是從現在登山開始 然後走一般大眾走的路線 繞一圈神木群之後 我們要接著上這邊 上到雪白山附近的雪白營地 然後再出鴛鴦湖這邊 這邊都要宜蘭了 但是我們不會途經鴛鴦湖 因為鴛鴦湖 它是自然保留區 它一定要有學術研究性質 才可以進去 所以我們只是 申請那個東西 只是借到鴛鴦湖自然保留區的 其中一部分 然後出一百零到這樣 GO GO 我們現在到 巨木登山口 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你現在很愛爬山 就是每次路過一群人 都會被叫帥哥 我們今天已經大概聽到十次了 你好 早安 比較年輕 全都是俊男美女 是俊男美女 沒有亂講人家 真的說我們是俊男美女喔 接下來以後每個禮拜 然後 Eric都會說他要爬山 就 為了 為了一些讚美 對我就要增加自信的時候 欸Cynthia 快點下一個團什麼時候開始 那個 我們那裡看組 就開始每個禮拜爬山 如果只有我們兩個 會不會 應該OK吧 然後經過沒有人說 四帥哥美女怎麼辦 因為他們可能要看你第二次第三次 才會說 欸你們兩個滿耐幹的 我們還是這樣 一直這樣轉著頭 對不起 好氣喔 我們現在到 巨木群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從這邊 就是繞一個歐字 沿路都會有很多巨木 喔 前面那棵啦 大老爺神木到了 有比前面那棵 超級大 超級巨大的 連我們現在距離它還有50公尺遠 都覺得它很巨大 我們現在就是繞到一半的巨木群 這棵上面這棵就是這一區最大的大老爺神木 但我們今天其實這個 司馬庫斯下鴛鴦湖真正的路線 是從 我們等一下要倒到這個神木後面 然後往上直接抖上 就是一般遊客就會從這邊就直接下去了 然後後面我們等一下走的路線 就是一定要提前向 退府會申請 先走完光客路線了 然後現在開始要不一樣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GO LET'S GO 好 就是這了 這邊寫有寫 此為巨木群步道的終點 所以如果沒有申請的人就是得 back 然後我們現在前面有看到一些 黃色的布條就表示 我們是要往這個方向走 有點興奮 開始不一樣了 就是真的從這邊開始就沒什麼路基了耶 比較不明顯 這裡已經是還算明顯的 有一條路 後面會真的很容易迷路 我去年來走的時候 後半段 就有迷路了十分鐘 才發現自己迷路 現在要來戴手套了 因為後面等一下會有蠻多 就是 手腳並用起來會比較好走的路 因為比較陡 然後旁邊有很多那種樹根啊樹幹可以抓 大家現在都在戴手套囉 我現在真的已經很有叢林的感覺 對啊 就一轉個彎進來 就很祕境的感覺 很滑對不對 滑滑 比想要這種滑石 對 那個踩下去就真的是真的會下去 對 我覺得新手就會想要踩那種地方 對 其實樹根都蠻滑的 會 會 這邊雖然不好走 可是我覺得蠻好玩的 很好玩 因為這條路線有非常非常多的島墓 對 後面明天也還有很多 這是一個中空的樹幹嗎 嗯 好帥喔 有人想要爬進去嗎 好 看起來沒有 耶 大修時間 手力不要滑倒 好 通常你講完這句話我就會馬上滑倒 真的 我覺得你還是先閉嘴好了 欸一人不要滑倒喔 通常 對我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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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剛講完 剛講完 有拍到嗎 有拍到 好怕你們沒有效果 我會不一樣 現在剛好到午餐時間 所以我就挑了 前面有一塊 還蠻平整的 溪邊的腹地 然後我們要在那邊吃午餐 裝個水 哇連這個溪旁邊 就也全部都是島墓耶 我們要在這一塊吃 然後這邊就有清澈的水源 可以裝水 剛從那邊這樣走過來 然後現在會到 要過這條溪到對面 就是現在路在對面 現在就是要沿著這條溪流往上走 每日邊講邊拍都很容易 才可以跌倒 前面這棵 就是 二老爺神木 遊客沒有辦法看到的神木 而且像這邊的神木 就沒有那個籬巴把它圍起來 然後我要去抱它 我就可以在這邊睡個午覺 就抱著宿睡個午覺 對 很舒服 好舒服喔 剛剛經歷了 剛剛經歷了一大段陡坡 大家超級安靜的 沒有人講話耶剛剛 開起來 開起來 唱首歌Eric 你要聽什麼 三天三夜 什麼 三天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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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折磨人喔 好累喔 二老爺神木過後 會有一大段的陡坡 蠻陡的 像現在 大概是 45度的陡深 好陡喔 這個 你是腿軟了吧 還好嗎 很OK啊 完全不累 真的喔 那你頭上這個汗珠是 這是我剛剛 沙水的 OK OK 我是要知道 多久會到 快了 我要聽實話的那種 實話 我們現在會有一段 現在剛剛一陣陡身上來之後 會有一段平緩的古道 然後再有一段 然後我們就到了 欸這一段要小心喔 這一段雖然是平的 是你說的那個妖繞嗎 對 妖繞 就是這是不是 就是大家不要去踩 這個邊邊 因為這你看都是 都是鬆的 對於有巨高的我 好 看到我們前方的路了嗎 那個是路嗎 我都看不到牆 那個是路嗎 我們現在就是要經過前面 這個崩壁 我剛剛也認了一下 從這裡過去 然後路在上面 蛤 蛤 哪裡 上面 沒有啊 路在上面 那邊 喔 紅色 我剛剛也找了一下 我想說路呢 我跟你講 你爬上去前我都不會相信 太長 我去我去我去 OK 我這輩子爬山 沒有爬過那麼多 我也沒有 我爬那個 Yosemite Half Dome 都沒有這個動 好帥喔 好帥喔 來一下 石頭布 去吧 沒有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紮魚 幫你叫救護車 剪刀 石頭 布 幹怎麼樣 爛 超爛 伊恩 伊恩 剪刀 石頭 布 最新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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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布 掛拆拳嗎 對 輸得要下去喔 那個洞喔 剪刀 石頭 布 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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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高興認識你 認識這樣八個小時的時間 大約在看到大島木樹洞 三老爺神木 然後我們大概在走 半小時就可以到今天的雪白營地了 半小時喔 你說的喔 真心的半小時 真心的 到了嗎 我們到了 我們到今天了 雪白營地了 到了 喔耶 現在3點38分 我們就已經到營地了 我覺得我們超棒的 這是雪白營地的 第一層 居然有三層 有電梯嗎 要有電梯嗎 你先搭 好 那我先搭 那你去搭電梯 因為第一層有很多那個 就是 協作留下來的田木 所以我就不想搭 我們可以再往上走一點點 第一層的地方差很多了 我們相信專業 快到了 我們認真包場 跟大家high-fi一下 耶 耶 耶 好開心喔 開心開心開心 耶 耶 有不覺得就是雪白營地 這個名字聽起來就很夢幻嗎 對 晚一點就會 那個霧氣下來的時候 就會有煙霧繞繞的感覺 真的很漂亮 但希望表演不會下雨 對 我們今天看霧印地是大概 可能 五點會開始下 有一點大的雨 所以我們現在三點半到 然後我們就要趕快把帳篷跟田木打一打 很少會有田木 對 很重 但是這次因為知道晚上可能會下雨 然後我又想說 希望大家晚上可以就是聊天聊到很晚 對 所以我們就這次有帶一點田木來 我們家好溫馨喔 我們就是三個帳篷一個田木 對 我們營地起霧後的樣子 欸這邊起霧之後好漂亮喔 對啊 現在很像在就是仙境裡面紮營的感覺 現在分兩批 一批人跟我去去睡 然後一批人可以先去找那種大石頭 就是等一下可以當椅子坐 在這個天幕下面 辛苦了 辛苦了 現在可以開吃了嗎 可以 好開吃開喝 開吃開喝 我們今晚的酒 這樣在身上算很奢華了吧 奢華 沒有瓦斯 這個 然後這個是爐頭 然後就 壓下去之後轉 然後你不要倒出來 因為那個瓦斯會外流 所以你是邊壓邊轉 對邊壓邊轉 然後轉 握這個地方轉 爐頭出體驗 嗯 好喔 壓下去轉 對對對轉轉轉 轉多久 再轉 轉到緊 這又不能翻過來是不是 不行不行 噢 噢 這樣正常嗎 這樣正常嗎 轉太慢 噢 是不是 不是 不是你那個轉到這裡了 噢 因為這個是開瓦斯 然後再點火 現在這裡一堆瓦斯 噢 從現在不能點火 現在轉這裡一堆瓦斯 噢 超臭的 剛剛老師沒有教到那一個 欸這是開瓦斯 現在知道了 然後等一下這個打開之後 對 就會有聽到指的聲音 有有有 這樣就是瓦斯引起來 然後你就要打火機 放在旁邊點 好 對 燕 哇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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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買爐頭了 學會了 買爐頭了 買爐頭了 我們晚上很簡單啦 就是加熱義大利麵 我們今天就是要在野外做一個西餐 所以我現在在煮意大利麵 然後他在開紅酒 可以 他剛剛是在享受 這個是五星級飯店喔 真的 好吃嗎 野外的Seven意大利麵 這全臉的啦 對對對 這麼好吃 認真 是不是爬了一圈船之後 在野外吃什麼都很滿足 真的 慶祝 對 今天突破舒適圈 Yay Cheers 開始美好的晚上 讚 都可以吃了嗎 不吃 哇 很辛苦 我之前在波麗維亞 三個最可怕的組合一起 就 紫密的Cuzco 就是要去 對 Cuzco 所以我到馬丘比丘的時候 我完全無感 我是個肯亞 好美 你去看那個大千億 我去那邊當志工 當兩個月 然後就有去看大千億 很棒耶 一起去肯亞 一起去肯亞 我們剛其實聊了很多 我們在國外旅遊經驗 聊到一兩個小時很爽 但是我們好像比較沒有聊到 在台灣旅遊經驗 就你們覺得今天這一次 算是在你們台灣旅遊的經驗中 比較特別的一次嗎 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現在是跳出舒適圈 有跳脫 對啊 剛剛本來想去挖洞上廁所 那你不是有挖洞嗎 我挖洞挖了 然後就是樹枝一直斷嘛 然後我挖好洞以後 我就沒感覺 就沒Fu了 所以 所以等一下你們誰要上廁所 那邊有個洞 我帶你們去 已經挖好了 所以樹枝挖的 樹枝就一直斷啊 然後 其實我覺得去找對石頭 比較扁的石頭比較好挖 對 我忘了帶石頭 或是有時候 有時候那種就是 有一點半埋在土裡的 那種大石頭 你整個直接挖洞它 剛好自己的 誒 誒 誒 所以上碗都把石頭放回去 沒有 沒有 先蓋一些土跟樹葉 然後最後再把石頭蓋 不然每個人都 大家都用同一個石頭 每個打開這件事 但這一次中間錄影之後 是會想要再嘗試的 會 今天才跟你們就是爬一天 真的很體會到就是Cindy啊跟Celine 對大自然的關愛 跟熱愛 真的 你為什麼把我們講一個 像邪教的感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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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真的很有熱情 一切都很懂啊 然後就是想要 想要教我們大家 就是想要帶更多人 進入到這個環境 因為我們是真的覺得 戶外真的帶給我們很多快樂 所以我們是很想要 把身邊的朋友 全部都帶到戶外 所以看到你們喜歡 我們其實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喜歡 錄了 因為我們還想要 這次繼續喝酒 聊天 聊到想睡覺的時候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每次的 晚上的節目 你們有習慣是Peace Peace OK Peace 真的不在地球 這一定不是地球 這個真的沒有在地球耶 這個名字取得很好 我終於了解了 真的是魔法世界耶 昨天還不相信 你們把這個爬山的標準設太高了 你說爬台灣的山的標準 真的啊 沒有我覺得就是全世界 有以後去爬山我怕 哇 每次都只會死亡你知道嗎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